Hello大家好我是迪克文欢欢迎收看战舰世界喜欢玩玩视频可以点击下方的订阅来订阅玩玩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上完发布精彩的战舰世界视频了 那当然妈妈一样都不会担心我们玩战舰世界坑了 是吧 那么还有手机壳的活动 我们当然是在继续只要是在玩玩战舰世界的视频下方评论 那么我会在活动结束的时候 在每期视频下方抽一名幸运的观众 那评论者粉丝啊 来这个赠送大家 玩玩定制版的限量手机壳 还有一点呢 今天这句德媒啊 虽然说他的一些战绩截图 并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一个经验太 裸经验5000啊 我觉得这个是目前来说的话 在野队房里面打是 你根本就就第一次啊 我觉得我以前最多出的 好像是7000 4700也不知道4800 裸减他裸减可以达到5000 太恐怖了 这个真是太下来了 我已经无法用言语 我们来看看他 整个战斗当中 他具体到底是干了些什么 然后呢还有呢 文文从下周三啊 然后呢 暂定是在熊猫TV呢 会有一个视播啊 直播的一个视播 那么希望大家都来来捧场 那么我也想想 文文在直播的时候的打法 和直播时候的样子 你看我自己在TOP系列里面 也有放一些语言 对吧 其实文文真的在玩的时候 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听我解说的时候 我可能会稍微 矮一本真简一点 因为毕竟啊 大家有学习的东西比较多 纯娱乐像大家看了也没意思 对吧 所以说呢 希望大家 对外朋友 那么一般是在 每天晚上的 差不多应该是 七点半 八点钟到十一点吧 但我说八点钟到十点钟 我会提早一点 七点多 然后呢 从到十一点左右 一般这一天直播 三到四个小时 那么尝试的一个星期啊 看看效果好不好 就不一定说我就是全程直播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会问我 你要不要直播啊 什么的 那么我就想对吧 与其大家都一直在问呢 还不如我尝试的去做做看 而且他的开局可以看啊 他就是以护航 航母这边的话 以护航为主 而且的话 萌大拿他也是 基本上他一个7.2的一个防空圈的话 都能把队友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那这如果想要投稿的朋友呢 我看我们左下方有投稿邮箱 大家可以把录下文件战绩截图啊 然后呢 发到文文的邮箱就可以了 那不想带链的话 我们左侧有二维码 可以联系我们的旺旺 在淘宝搜索啊 DK文文 或者说是在文文的群内 你就直接是搜索这个QQ的ID 或者说是找群管理 那么就是解决 有个专门的文文带来电客服的群管理 可以看他 而且的话 思路也很清楚 对啊 大家要抱团双航母白龙加中途岛 这种飞机的数量和伤害输出是 无与人比的 而且你可以看 他基本上的话是 应该是没有带那个 这个应该是 让我想想想 防空的话180秒3618三分钟 那基本上的话 应该是他是没有 出那个监察者的 所以说数量会比较少一点 那DK文文主要还是说 以一个就是说鱼雷探知啊 我在技能点上的话 我会偏向于做鱼雷感知 因为他都是带隐蔽的配件 所以基本上 怎么说呢 鱼雷探知 所以说那个捕获的一个配件 就不会去加 所以说他一定要是难治愈的 所以监察者会稍微少一点 这些的话 他开防空炮了 两个 两个轰炸机过来 但是这个防空炮可以不建议 看因为毕竟属于是白龙大 不是中途岛 中途岛的话 这个轰炸机会很下来 白龙的话 你看他就是几秒钟时间就打下来了 虽然说翻 伤害是有提高 但是这个会 我觉得会稍微有点浪费一点 对吧 然后呢 导锋这个位置 稍微太靠后了吧 可以对啊 可以往前走一点 两个蒙大拿 一个蒙大拿 说说 一个藏王 一个德鸣 这个的防空能力 尤其是蒙大拿和德鸣的防空能力 这个是无与伦比的 而且我们有一个星耳梁 专门去做防空就可以了 那下半吧 航母就是会有AA技能出来了 所以就很好用很多 而且你防空能力强 我有后面戳大火球了 三组啊 三组千棒的轰炸机啊 我们的飞机过去了 BD吗 BD一波吗 这波BD就打得爽了 咬上去 应该是B了吧 对对对 BD了 然后呢 人家是直接是逃跑掉了 那么 哦呦 蒙大拿撞五 哦 那边还有驱逐剑 这的话只能咬一个了 对 这个时候再BD 也还可以 但是没机会吗 啊 轰炸机又是跑了 继续咬嘛 对吧 这个还可以 而且应该是爱当时开防空技能了 我们这里的话 掩护队友做的还是会比较不错 只是BK有点惨 BK这点血料 哇 是吃鱼雷了吗 哦 对面的话是有一个罗恩 我们切到主视角 现在对面是有一个罗恩 在这已经是冲到了那么前面 而且我们现在是为什么呢 因为驱逐不敢往前走啊 毕竟我们一个导锋啊 对面一个导锋 一个五位 现在是两点全拿 他们的分数会很 会高得很多 而且的话 我们这里的话 因为需要清外层啊 就说是可以看 要清这种的话 基本上这个哪 上手驱逐不敢 导锋不敢强点 这你有什么办法 对吧 而且这个其实 其实真的强点导锋 只有去抢C点会 比较有用一些 然后的话 A点 B点也难 比顶中间区域 A点的话 D点你看 他的战略 基本上都是往前走 而我们家的北卡 这种都是在往后 开局就在往后走 所以说 驱逐太少也不好 一艘驱逐 就会稍微少一点 如果说有 两三艘驱逐还不错 罗恩14公里侧面 这个AP弹 有机会 而且你不要看 德明的炮物线 高他的AP AP弹的一个 穿身的转身 让他更不容易的 一个跳弹 而且打到水线上的 一个击穿 应该 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说 为什么叫装甲区啊 核心区 应该是击穿了装甲区 然后命中核心区 对吧 应该是这样说 核心区都是命中的 然后装甲装甲区 都用来击穿的 哇 这里的话 继续手动点 轰炸机 看看左边 有什么东西 没有 找回降降速 怕 万一这里 A点有一个 战略卡在中间 你这个上来 不是会很惨吗 对吧 旁边的话 一个大盒 还好中间 还有一个大导挡住 现在还可以 往前顶一下 这里的话 五位 打一下 因为用 左 左 弦来打 那么还可以转一下 机头是对着罗恩 所以说问题不大 罗恩的话 这个角度不是很好 他还在输出 五位 罗恩转过来了 打一轮 有机会换AP 对 他决定 绝对是切到了AP的 豪姆一波雷 撒 稍微 瞄一点点 罗恩是把速度加起来 因为他在边线上 是无法溜 所以说一定要是 加速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 打核心了 有没有 哇 五发四千多 然后稍微 机器量多了一点 这一轮 好大 一发核心区 一样好 炮打下面 而且他开始 带内切了 再有没有 好的 又是一发核心 九千多 再来一轮 跟你说 拜拜 哦呦 11460 哇 还389 哦 好好好 队友把他收走了 还有一个五位 五位这个就追到他打了 对吧 一轮AP蛋 然后换成H1 五位的话 影帝 其实他消点还可以 但基本上是被挂天灯 所以他只有扭 但他还好 是往这个位置走 那么我们就基本上 就是全速嘛 五位会扭 但我们的话就直线开 那所以说 相对一来说 速度应该是差不了多少 那现在的话 基本旁边没有人 那基本上就有什么打什么 这里五位继续搞 而且的话 有德明 这个防空能力太屌了 但是的话 因为他的弹速 算说射速快 但弹速还有点慢 所以10公里的话 要多秒一点 打五位还会比较累 但是一直是点亮的 但砸到身上 那就是很疼很疼了 这些的话 提前要多拉 对对对 几乎要拉满 一轮骑射 而且的话 现在分数已经是800多分 我们俩冤阳死在哪里 两个爱荡 太苦了 现在的话 对面已经是800多分 我们只有235分 想办法把五位搞死 我们而且一直是在丢点 然后A点的话 是有悬崖进去了 这里的话 继续打五位 消了消了 看看航母 航母这个轰炸机怎么回来了 他画战斗机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家航母操作的6 这个应该是中途倒的 这个航母玩的可以 对吧 这一定要是点天灯 你如果说不怕 再去除一只点亮 就没法玩 现在就是要看队友 中路能不能刚得住 现在是把五位抓掉以后 那么A点拿完 就是从中路 就是一个包夹 一个侧身 因为战略基本上 都是卖踢头 所以说的话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 在侧身位 得门英带AFC弹 虽然说核心区 不但好处 但是这个半伤区 会非常非常的伤害 恐怖会非常非常的吓人 五位拉满苏了 那这个话 提起来就要多算 多算机器量 算的有一点点多 但是还可以 基本上正正好好 但是他是待内切了 很聪明 对吧 所以说这种的话 你要算有鱼雷 右边右边 你这里边边向的话 还好 五位开始 距离越来越近 八公里 他是跑不掉了 跑步战斗机 就直接挺他头上 血都不掉的 这一开三大 好达 好不是三大 开雷达 漂亮 继续点亮 而且的话 他速度下的一轮上去 带走他 哇 八百多 还想加速往前走 跟你说 拜拜 漂亮 直接把他带走了 然后左边的话 还有一个压滑 在14公里 航母的话 前面看 他等了一下 就是在手动点飞机 这的话 压滑没有办法来看我嘛 他是正脸 正脸的话 是在打低头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换强AP弹 然后AP弹的话 就不要瞄水线 对水线 秒高一点点 打他上层建筑 这个就会很爽 哦呦 这个居然是跨掉了 哇 压滑把速度带起来 知道我们都没在测身了 往右边转转 1600多车中三发 这个话就打不到了 15.8公里 还有个航母 这个可以啊 哦 航母在全速跑的话 嗯 虽然说现在在范围 但是等炮弹到达的时候 他已经是往后车了 但是藏王应该是可以打得到的吧 藏王的射程应该是够的 而且你可以看 他是没有带一个射程的革命 15点几公里 他肯定两个都是带了一个 防空炮的有效性 我们看他装填时间 5秒多 5秒多 应该是装 他反正是没有装一个 应该是射速配件吧 对吧 6秒钟 6秒钟加10% 基本上应该记得是这样 那他射程比较短 可能的话我会去加射程 但是有时候都没射程远 就因为炮物线的问题 他射程远真的 伤害效率比例很高 但是如果说是带防空有效性的话 也会不错 这的话就在这边洗 洗大河 而且的话我们是侧面 正面对着他 他现在的话就完全低头扛 左边应该是压滑 准备要转回来 德明藏王在那边 德明继续洗他 打近一点 这个低头就没办法 而且现在这个版本 我觉得 寻扬剑也是会越来越来越 下个版本寻扬剑也要强强 除了驱逐被砍以外 日趋被砍完 寻扬剑的炮打血量都会上去 所以说薛洋剑不像那个 以前就是说 一直会容易坏炮塔 包括驱逐剑的炮区的炮塔 也是不设那么容易坏了 3800 大河开始加速了 觉得扛不住了 这个低级量要再多加 这个抛物线 那个没办法 一个自上而下的长法 都是这样 大家看小丝蛙就是3000 这个有时候比 着火实际效果来的好很多 现在的话 因为在侧面的时候 用AP弹是最爽的 那如果说是人家稍微 剃头转转你了以后 这时候我再把速度往前加一点 如果说是带角度了 那就是去打H1 你看H1的话 基本上直接伤害五发 也就是900多 但是AP弹的话 那个效果会好很多 H1的话可以把他的一些防空炮 怎么该称的特征坏 另外一点就是说是 可以把他点着火 现在的话 点火概率伤害 还是打得非常高的 这的话大河 看看吧 翻三炮飞得过去吗 飞不过去 但是大河副炮已经是开炮了 这个什么鬼 而且的话 大河如果说是副炮那种射程 加上去的话 他可以达到将近10公里的一个射程 副炮达到10公里 这个是有多恐怖的一件事情 这的话他不敢 不大敢出 这其实现在可以加入出去了 右边的话 我们家藏王也是在那边扛伤害 他直接加速出去就可以了 打的还是会比较稳一点 这里的话 12号炮塔可以飞过去了 可以飞过去了 可以打可以打 12号炮塔的位置可以飞过去了 AP弹 AP弹他有穿达核心 其实这件炮弹可以飞啊 哇 你看大河的炮都过来了 哇 大河死了 大河死了 现在对边的分数还是很高 我们因为开始点一直没拿下来 所以说的话 还有本来是900多 大河死了以后是890 现在又回到900多 我们现在人数是多一个优势 但是的话 嗯 捣风的作用并不是很强 因为毕竟我们是在绕后啊 但是他前面是直接把大河收掉了 这些的话是巴尔蒂摩 巴尔蒂摩那个侧身过来 可以考虑就用AP弹打打 提前量要算一下 这个这个角度游户是蛮难打的 巴尔蒂摩这个位置 呃横向了再横拉 一般我们记得以前的话 基本上10公里这种的话 基本啊对就是12倍顶几乎就是拉满 这个感觉拉的会有一点多啊 一般的话是15多一点点 那果然应该是稍微有点多吧 啊对的对的对的 稍微有点多 应该是在15这个距离 哇 你可以看远距离 其实德美英的炮击 像这种群羊打起来的确是很难 所以说他要不然就是洗战裂 对吧 而且他都用射速的就是近战狗斗型 嗯 但是我 而且是用碳制御雷啊 因为毕竟就是说他射程短 所以说他一定要是用短冰箱接的方式 哇大河 大河H就会洗他 那速度的话稍微有一点点 而巴尔蒂摩的话是船头对了他 所以说他先不管 先想办法洗大河 那这个大河一定要是 再把它点一层火 好快的弄死 巴尔蒂摩的话 我们并不是很容易 而且对面 巴尔蒂摩转过来了 而且AP 好达这个意识很好 对吧 等他转侧身的时候 一轮AP上去 千里来相见 哇 爽爽爽 一发核心 再来 巴尔蒂摩正好是躲了一波雷 再来 甘尼索败 哇 这个核心都没出 你敢信 他开始内切了 开始内切了 再来一轮上去 好的一发核心 还有3000多点血 再来一轮 甘尼索败 直接又把他带走了 好的话 但是现在分数 真的一到900多 940这种啊 我们就是杀掉一个 直接是往回 他这里的话 是考虑去强点啊 因为如果说我们人不死的话 对面是一个爱荡 一个藏王 带加一个导风 我们的双航母 再加上呃 这里有一个大合在侧翼啊 应该还是比较好打的 打藏王也好 打爱荡也好 他现在的话 考虑就是要站点 哇 这个意识就绝对 真的是好 这个点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把这个点 拿下来了 对面 基本 因为现在对面 是完全站不了点啊 所以说 我们只要 不是一波死人的话 现在你看 两个战列 两个航母 要死没那么容易 所以说 现在就是一定要 哇 藏王吃自家人雷了 哇 天呐 岛峰 哦 岛峰甩那个 巴尔蒂摩的吗 这位在 应该是前面 岛峰甩巴尔蒂摩的 哇 苦苦苦苦苦 藏王要进水了 藏王还在进水当中 哇 这一波雷值得好伤啊 我们家藏王要贵了 对面又是八百九十几分 哇 藏王死掉 还要再加分啊 不要这样 受不了啊 哇 加35分 930多了 赶紧去把点占了 现在的话 940 我战略不能死 我们到战略死的话 对面是 加45分 加40分 加40分 还好 死一个战略980 还可以 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吧 但是的话 我觉得大河没那么容易死 一万九的大河 对面航母 基本上没有什么飞机了 爱藏的话要贵 而且还一个萌大拿 我在这里 现在的话我们得名 过去要抓白龙了 把白龙抓掉 因为毕竟你只有一个航母 双航母的输出能力 还是会非常非常强 现在的话 对面定格在951分 如果大河死掉的话 是991分 敌人的话 还不至于能赢啊 我们现在 但是 一定要想办法 把C点拿下来 而且我们航母优势以后 基本战斗机 就围着白龙打了 他应该是没飞机 或者说已经是不想出飞机了 转过去白龙在这里 可以左转嘛 对吧 现在的爱荡也残血了 而且去除一死啊 这个基本上残局的话就可以好的 也是把一个巡洋带走 但开局啊 这个分数要的真的是好危险好危险 稍微 而且得名基本上是 他的一个伤害输出 是被他一路这样铲过来的 很关键的一个 比如说大河是队友打死的 对吧 要不然就是一个巡洋 然后呢一个无畏 对吧 这两个人头的话 也是非常至关的重要 巴尔蒂魔这种 如果说不是这样追的打残的话 一路打过来 敌人可能就说是多一两个人头 就已经是赢了 对吧 现在点全拿 白龙转过来 白龙开始送死了 这个 这个都是已经是完全没办法了 其实巡洋如果说前面那种情况下 对吧 我们大河已经比点一多了 这基本上 巡洋想对他造成残局的作用 已经是并没有什么用了 我们现在的话分数是980多 基本上是把白龙搞定就能胜利了 现在的话是876比851 还剩最后的50秒 分数完全够 现在的话就是一轮AP带上去 不对啊 往后打一点 白龙的核心就是在指挥塔下面吧 对往后打 对打到他的指挥塔下方了 对了这就可以了 三发核心 再来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跟你说 拜拜 漂亮直接是把他们都带走了 nice 好的 那也是 五千多金 也有让是这么打出来了 太屌了 好 那也是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的视频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